各位,大家好,我们今天维尘小华节,大华节天机,为各位来介绍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本经啊,叫六祖禅经 我们也是来简列的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以佛神大华的传承者来看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禅宗,顿剑里面的顿宗里面的,他的所谓的非常主要的经典 其实过去,个人在社会上行走的过程里面,其实身边呢,一直带着就是这个六祖禅经,还有妙法莲华经 那很奇怪,就是这两本经呢,其实很容易懂,很容易明白,感觉非常不错 所以,不管怎样的颠沛琉璃啊,所谓的搬家啊,搬家,我们现代人来说,就到处搬家就对了 行屋所住这样,这个就是基屋定所,像一个游行针一样 那每次搬家了以后呢,这些书籍的资料啊,有时候带着也就这样送回这些试验去 但是呢,还是一样啊,有时间的时候,一样拿回来看 那非常,非常喜欢里面的,很容易的,很明白的啊,就是很直指人心的啊 讲到啊,顿悟啊,顿悟啊,这个概念就是顿悟成佛啊,即生成佛啊 指指人心啊,即生成佛这种概念啊 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特别来介绍这个六祖禅经呢 啊,前面我们都稍微设例跟大家讲过啦,几个很重要的东西啊 也是一些经典啊,有一些还有一些明星见星的概念啊,讲述到 类似金刚经啊,金刚波罗波罗蜜多经啊,能断金刚波罗波罗蜜多啊 啊,波罗心经,无然结性直观,自行解脱之道啊,这是莲花生大事的啊 啊,他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一部经典啊 啊,其实整个禅宗跟啊,这个密宗啊,也有相当的关系啊 啊,相当的关系,在这个法理上来讲啊 啊,其实里面啊,一样啊,高能背出之下,很容易就点破了啊 啊,直直人心的点破啊,生命的自信啊,啊,佛性啊,自信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但因为一路走过来,其实啊,个人也经历过类似顿悟的过程啊 那是一个大的困惑,大的那种冲击之下的那种霍然开朗的顿悟啊 那过去一般讲狂惨,狂惨,狂啊 啊,这个禅宗你顿悟了以后,人就变成非常狂啊 狂就是说,其实无疾无数啊,其实人间的东西再也挡不住他了 为什么挡不住他?其实因为他明白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虽然不见得能够跟您各位讲清楚,但是呢,其实就类似啊 就是这种动物的人呢,其实你也会感觉起来啊,有点捉摸不定 捉摸不定就是按照常人的理啊,一般社会的世俗的观点里面 看不透这个人 好,那所以大家会这样子 啊,所以过去有名的禅宗公案呢,常常让人家好 啊,你要入马去看了那么多的公案啊,我过去也是好 看了很多公案啊,其实啊,也是摸不着头脑啊 但是呢,其实啊,当你顿悟以后,你真的突破了一个境界顿悟以后啊 你回过来看那一公案,全部一目了然 啊,我就几个啊,以前我也常常记在心里的 啊,一个禅宗的语啊 这个听说是那个弃尺和尚,就布袋和尚留下来的哈 啊,他这个,他这个这样的一个公案哈,我拿出来 我们拿出来稍微提一下哈 这个空手把锄头,布勤,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这个空手,空的手,你还抓的锄头啊 空手把锄头,布勤,布行啊,你都已经走了 啊,那才骑的水牛,布行啊,骑水牛哈 人从桥上过,人呢,从桥上走过去了啊 桥流,水不流,哎,桥,哎,怎么是桥在流呢 而不是水在流呢 好,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意境的概念哈 其实,这个身心哈,身心,身以心啊,佛性,佛性自性啊 这一般大家在搞不清楚的时候 其实到现在来讲,过去解不开的谜 今天,其实这个创世法王,创世法王 这个啊,迷的圣人已经传了,宇宙根本大法的时候 其实这些都打开来了 而且是得到印证哈,印证,印证 就是说,你过去悟的解不开的谜 到这个节者传法的时候,哇,全部 要等于授记你的证悟,没有错,这样子哈 啊,就是有节者在世的时候,才能够这样的 但是,他不会指着你,直接讲你证悟了 他的,他的传法的内涵哈,完全是公开的 全部在网路上,在书店里面买得到 他的主要经典,就是那本啊,非常重要的啊,转法轮 转法轮,转动法轮,乾坤正那个转法轮哈 佛家常讲的转法轮,转法轮,转法轮哈 法轮哈,法轮常转那个法轮哈,转法轮 那,这个主要经典,其实因为他不只是文字像的问题 不是表面文字哦,是深层的宇宙的法,就压在里面 所以在看,唱课书的过程呢,读这个书的过程 他其实会开启各位的智慧哈 那我们从六祖禅经啊,就是这个相传六祖哈 五祖禅六祖的衣博子,这个经典啊 我们谈到这禅中的动物啊,他谈到说 其实隐根为什么能解,就是因为创世主,这个创世法王 弥勒,弥勒圣人已经来了 所以称为弥勒是因为,在这一次呢,释迦摩尼之佛呢 我前面的普度众生,真正普度众生的这个节者来讲 啊,他就是一个弥勒的节者啊 这个是贤劫清活中的传承 回过头来,我们还谈到刚才那个,我们谈到啊 动物,谈到这个所谓的禅中公案 这个空手把锄头这件事情呢,其实很有意思啊 大家听起来,看起来就非常不错啊 因为禅中啊,到后面呢,一花开午夜在灰冷以后呢 其实慢慢的,他就消融于人世间啊 就融入到啊,人间的社会很多层面上 其实因为罗汉以后就是在人间盗气的啊 啊,这个佛法世间化,也就是他这个很多高层的法理 他已经啊,一般人只看不懂了 只能这样啊,就是说 越来越接近于啊,一般常人能接受的啊 所以在啊,释迦摩尼佛直接谈的啊 从罗汉修起到菩萨的大臣 一直到后面呢,这个所谓的啊 我们这个达摩啊,这个这个罗汉呢 他阿罗汉呢,到中国大陆来啊 去传了他的禅中的一脉啊 接下来呢啊,这个罗汉的传承啊 一花开午夜到啊,费能这边呢啊 是一个完美的啊,结集啊 那所以留下一个非常好的经典 就是这个六祖禅经 也是大概过去释迦摩尼之后啊 啊,唯一能够被称之为经 被尊为经典的就是六祖禅经啊 那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啊 就是其实是费能大师 这位啊,解者呢 他自己真无东西非常明白 非常明白,很容易直指人心啊 啊,所以这个大家呢 就把它啊,这个尊崇为这个 所谓的真正的啊,非常啊 值得啊,被称为经典的啊 被称之为经的啊,六祖禅经 各位刚才听到空手把锄头 有没有感觉呢?空的手把的锄头 其实这是一个意境啊 你不用去拆那个字面啊 你只要会议就可以了啊 步行起水流 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本来就是桥流水不流 以主体来讲,你个人的主体来桥流水不流 以你的字体来讲,个体来讲 其实一切啊,一切万化啊 一切的变化、深化 全部在那颗心啊,这个心 但是这个心还是有分别的啊 什么要分别啊 这个不二跟分别啊 现在要提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 很重要的概念啊 之所以分别是因为啊 人从出生过来到现在为止 我们所熟悉的学习的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整个环境 吸收到的是这一身的大脑 所有的见识啊 见解啊 环境给予的东西 你有一个名字啊 OK 那什么东西能让你能够 手能动、能听 能动、能听、能看呢 这些东西呢 这是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啊 那我们知道在佛家一般来讲 佛的佛家的礼呢 都是在主要是在法理上呢 去深入啊 那道家主要是在啊 这个所谓的啊 另一个实际上的啊 物实方面呢 去入门 而他从五行阴阳啊 身体结构上呢 用心下手啊 那两家呢 走法不一样 可是各位在今天 资讯发达的 现在呢 两家的信息 你身为一个现代人来讲 那很容易就能得到这些信息 你必须要稍微涉猎啊 所以广文涉猎啊 去理解了以后 等这个创数房的法一传出来的时候 你更容易直接就打破了那边的所有谜题啊 那如果各位呢 不是那个啊 这时候也能够啊 多多多去设立个宗教的系统的时候啊 也没关系 你能听到一些啊 政务啊 现代政务的不错的人啊 哎多听听他们的见解 这个是有帮助的 但在今天创数法王啊 迷了圣人的传法 宇宙根本大法传出来的过程 如果说 你现在听到的不是一个政务的这个 所谓的啊 得到这部大法 宇宙根本大法传承者的资料的啊 这个这个法的不是一个得法的人的话 那你听出来的内容啊 一定有非常大的差异的啊 以后各位就会明白说 为什么我们今天啊 我们要啊 站出来跟各位来解这个经典 其实很简单啊 我不是一个 我们不是一个非常博写 博写到非常深入的博士啊 或是啊 这个所谓高德大师啊 都不是啊 我是一个啊 很平缓的上班族啊 但是一个平缓的上班族 为什么能跟各位解六祖禅经 这种金刚经啊 博写心经啊 这样的呃 内涵的东西呢 是因为啊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呢 得了这个宇宙根本大法 那得了宇宙根本大法以后 打开来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我们啊 就是啊 这样子哈 各位 各位在以后呢 自然会明白说 跟啊 得了宇宙根本大法 如果你去接触以后 你就会知道说 哇 一切都不一样了 当你看到法 为你打开了世界的时候 帮你打开你自己的啊 那个空间啊 宇宙空间的智慧的时候 那你会非常明白 你会看透这个空间的一切 所以人类的科学啊 人类的这个社会啊 人类现在现实的环境啊 啊 跟过去的宗教的经典 这些东西 你都会迎刃而解哈 那一目了然的理解了 啊 理解了 那回过头还是谈到 我们谈到这禅宗哈 这个动物里面的非常重要的六祖禅经哈 啊 那其实这个啊 会能禅师呢 啊 他 他在门人把他们的 打他的经典 这样啊 整理出来以后啊 其实也帮大家在 啊 对了解所谓的佛性这方面呢 有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起花点 但是各位知道哈 啊 佛家的理路呢 啊 修性来讲啊 啊 啊 这个就是比较重了 啊 就是在理理 在法理上的啊 修持比较重啊 道家啊 他是在修命啊 身体身心变化 牵扯到宇宙空间的结构 这边呢 还比较重啊 啊 所以各位如果能够旁交彻底的去去观察他使用的一些名词观点的时候啊 各位会非常非常非常明白的去体会到过去 纯理论系统的这种法理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哈 但在创世法王弥勒圣人的直接啊 穿成的法里面 其实是啊 全部都打开 所以你看到这个啊 啊 创世主他打开了以后 他所显示一个法轮的现象 宇宙空间的哈 成人空间啊 就有这个哈 在围观到不可思议的围观围观围观到不可思议的空间里面哈 啊 其实自备这个整个宇宙的就是这个法轮哈 他其实法轮常转嘛 其实是围观到不可思议的 可法轮常转的里面呢 既含有佛道良家 一切佛家道家全部延伸至于这个最宇宙最根本的哈 法 所以他是开天霹地造化宇宙的根本的法 现在传承下来 所以啊 在这个创世主啊 传出来的时候 去以法轮为主体啊 大家才破解这个宇宙空间的所有一些真相哈 那这个东西不只是法理啊 他在实质上 实质上的存在哈 也点破了很多玄机啊 所以各位 所以当你真正接触到这个宇宙根本大悟的时候 开宗明义他一打开的时候 就整个 你一看的话 从后面一转开来的时候 你会恍然大悟的 很多事情恍然大悟 尤其你亲自看到这个创世主的时候 呃 其实一切的话 都都在创世主身上 你看到他的照片 其实法身也在哈 其实就 其实就 整部宇宙根本就在上面了 所以随时你的阴言呢 其实你会打开你轰尘以求的记忆哈 三节的风云会打开 这个天机哈 不可思议就是这样 所以啊 为什么这千火灵魂万主下界 为什么这些层次那么高的节者哈 望王啊 赶下来呢 这么高的层次的节者赶下来 人间呢 黑浪滚滚 而且三界里面啊 一切颠倒 在这种情景 很多理念都是颠倒的 在这种环境中 还能不能动物 能不能起悟起来 能不能记起 能不能想起说自己曾经发的事业 是为了怎样注释真话 为了得这一座根本大法修复器呢 这个是 看起来是真的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难哈 比登天还难哈 这个这个这个这不可思议 但是就是因为看到创世主的威德 这个威言智慧 就跟随下来了 因为太相信这个节者哈 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节者在传这步伐哈 这个整个会在整个宇宙间啊 更新的沉住坏灭的宇宙 让宇宙不再沉住坏灭 所以身为在层层非常高层次的各位呢 能够冒得生死哈 随着创世主下走 一直到人间轮回转世千万年中最后 最后呢 听闻这一步伐 看到创世主在人间也直接有人的身体 开始在传这一步 宇宙跟我们道法的时候 这样的因言殊胜到不可思议啊 活于大事因言而下事 就是讲这件事 三界为何造也是为这件事情 就是要更新宇宙不再沉住坏灭 为了挽救无量的宇宙天体 庞大的大穷天体 创世主营念下走 沉沉下走 带着千活灵魂万祖下借 就是我们维城揭开工程系列语言一本 后起书的时代汪王之王 这一本书的一个重头 非常重要的开宗名义 就写在书的后面上 那书的后面封底呢 当然就描述了这个 大家为何而来的这件天机 所以这本书的珍贵也是不可思议啊 虽然我们谈到六祖禅经 但是一些目前从创世主 传法开始到现在来讲 所有所有的人类的谜都会打开 宗教中修炼的谜更是轻而易及就打开来了 所以回后头来我们整理了 我们整理了这个所谓的几本书 宇宙时空人体啊 大概就是这样我们有这个 大概主要是三本书 就是亦射九日 人类的两亿年五名史 万亡之亡这个是整个哈 一眼呢 宇宙哈 这个打势的事情哈 在人间洪传的事情哈 再来是人体修炼非常重要的哈 就是修炼节非常非常 值得来参考的一本书 就是修炼杂志哈 他只有创刊号 跟创刊二号哈 目前因为精卫的问题哈 还环境问题 所以我们只做两个创 两个创刊典长版而已哈 那回过头来啊 刚才更过意谈到这个 所谓的禅宗动物的事情哈 啊 举到这个所谓的一个公案 其实好多公案啊 全宗对公案这个书啊 有好多啊 各位可以去哈 包含日本的林牧大佐啊 他这个呃 这个禅室呢 也写了很多哈 很多很多公案哈 啊 这个是OK的 各位可以去参考哈 但是如果经过我们今天 听到我们讲解啊 这个合集自信哈 本质清净哈 那你的自信本事清净 这个所谓的路产间的关键用语哈 啊 我们点破他的 其实他的很关键的谜哈 各位 啊 就会 非常的 啊 明白啊 明白什么叫顿悟哈 啊 那见悟只是时间久一点 但是一样是悟到一个乏力哈 川主曾经讲哈 南北哈 啊 一个顿悟 一个见悟 其实都为一个乏力而 去明白那个法理而已 啊 没有什么哈 但是也 也 也传了好久好久了哈 大家就在理上哈 去理解到这些事情了 那 啊 我们用 比较 比较直接的方式跟各位讲的是 提到的是 当这些度物的法理啊 啊 啊 就是各位的啊 如来自信啊 啊 本自清静的这个哈 啊 这个自信呢 其实可以按道家来讲的话 他就是你的眼神哈 眼神哈 當然这是比较粗浅的说法 啊 其实啊 就是你在宇宙空间的真正的本体 啊 那个是深层的哈 啊 不见的是佛家 不见的是道家 哈 还有宇宙空间的神 不属于活道良家的神哈 啊 其实你的真身身体 其实对于人类来讲 人类的空间分子组成哈 啊 你看到这些东西 其实啊 对你这个眼神更高层次的 你的这个来讲 其实啊 那个是无法渗透的哈 啊 更微观的物质 操纵了这个一切哈 所以你的智慧 就是你的本体 就是 就是所谓你的智性呢 啊 描述了非常多 非常多的名词哈 按照这个莲花生大师 他来提到这个所谓的啊 你这个心性啊 啊 这个自性呢 其实他用一个叫无然结性 直观自影解说之道来解开哈 啊 他跟慧能禅师留下来 后来的六禅经 大概是同一个时代的哈 八世纪啊 同一时代的 就是在七百 啊 七百多年哈 这时候出现的人哈 啊 西岩啊 七百年左右哈 出现的人哈 啊 留下的这些起物的经典哈 这个是 都不是偶然哈 啊 这个联邦大师 在西藏 入了西藏呢 破除那些地方的一些哈 一些 啊 不一样的那些信仰哈 整个把佛法传进去了哈 才有今天的密宗哈 啊 整个结大部分的西藏的佛法就是啊 主要是他传进去了 那所以他的无然结性直观自行解脱之道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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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哈 啊 这个本性是严满哈 啊 他说呢 这个是 有人称他为心分心性 啊 有人称他为大我 或是无我哈 啊 有人指说他是心 啊 有人说他是般若 啊 圆满智慧 或如来仗 啊 佛种大手印 唯一本体 有人说法界 啊 有人说阿赖耶 一切种 或平常心 啊 这个其实啊 他也是是讲的 你如果不明白你的自性啊 你修法一样哈 没有用的哈 修了一大堆的经典哈 那是无用的 其实那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key 啊 但是大家在这个样的环境啊 我们现在社会的环境里面啊 大家静下来哈 静下来说啊 明白这个自性的东西很不容易 因为 因而彼此的生意哈 整个往外拉扯的过程里面 啊 不容易的不容易 但法律上呢 明白切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哈 啊 动物是在动物什么 动物你的自性 那自性又是什么 那今天回过头来告诉各位呢 你的宇宙本体哈 就是高到不可思议的 你真正的身体 真正身体 当然是在人的眼睛分子这层来 看起来都是像虚空鱼啊 其实不只哈 他能生万物哈 一面之间啊 一个一个星系哈 啊宇宙哈 哦 一样会诞生哈 这个是不可思议啊 哈 一个宇宙哈 啊 二十七一个音乐系 不得了 你说一念能够造整个宇宙 没错的哈 这个是啊 佛经都有讲到 各位 各位 讲事实实实物物实一点哈 在禅宗 禅宗讲到这个法理 佛家以佛阿里哈 修心性为主的哈 这个体系 当你点破了一座融合 明白了道家所提到的 是所谓的元神哈 哈 另外空间的道理 加上我们今天以这个神为 宇宙根本大法传承者 为各位点破了这些天机的时候 各位明白了 佛道两家都能明白了 你到家的人来看六十三经 也能够受益啊 国家那又更不用讲 然后今天我们以佛成大法哈 这个所谓的修佛大法 这宇宙根本大法的传承者 来为各位点开的话 那更是不可思议 这创事主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你的身体里面比外面还大 这个很奇怪哈 我们身体里面 不在这个身体里面吗 小小人体里面呢 比外面还大哈 这讲到你的真身哈 你的真正的哈身体哈 可是 一般我们今天 就是 在社会的这种知识教育之下 社会环境之下 大家拼命在赚钱啊 生活会扶口患啊 被啊那 逼得哈 还传不过气来哈 那其实啊 所以一直在追求那种 心灵自然啊 心灵的一些哲理啦 来让自己哈 平伍一下平稳一下 哈 那这个其实 啊 环境呢 给大家的这种 这种的啊 迷惑性其实是很大的哈 所以啊 那要直接你明白所有的自信哈 两个字哈 实在不容易啊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波罗哈 波罗智慧哈 我们讲的是你的佛体 你真正的身体 点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 你会恍然大悟啊 原来 你就既被 如来 很高 节者哈 如来的 本身啊 是想你的来历的 不是那个名词的 你的既被佛性哈 哈 你自身是佛哈 没有那么单纯哈 因为在没有创世主来解开这个谜的时候 你永远不知道你到底是谁 三界为何造 今天为什么要解开很简单 因为现在整个创世主创华到现在二十六年哈 二十五年整个宇宙更新 陈珠外媚不再 不再讲 不再啊 不再陈珠外媚了 好 以在整个宇宙嘿嘿 就是永远啊 不再媚 这是非常大的事情啊 创世主创世法王哈 他啊 他用二十五年的时间把整个宇宙做完了 接下来这因为要法政人间 所以接下来 开始要打开人间的天气 开始清理净化整个这个人间哈 三界里面这些事情哈 所以啊 很多天气一直在为大家解开 好 大家解开 你的如来自信 你的波罗 波罗蜜啊 你的波罗 这个事情啊 其实本质也蛮啊 你不用去再特意的去追求什么 在顺其自然 你打开了这个天气以后 你的生活一切 你明白这一切的安排哈 是有其严隆的一面哈 所以任的事情 易到任的事情 这个创世曾经讲过一句话说 易到任的事情都是好事 就是一件事情都有两面 他其实不止两面哈 他深层还有不同的安排 但是你今天如果能得到宇宙根本大王 那才是根本哈 好 所以在禅宗在讲动物的动物的是什么 动物就是你的佛性 啊你是谁 那你就是 你原来本来就是佛了 你原来本来就是佛 不是空旺的一句话 在我们这个啊 宇宙的大法传承者 开天辟地的大法传承者的眼里 啊 我们所讲出来的这句话啊 是意义是更深的哈 啊 过去啊 整个佛教经典啊 过去的道家也一样哈 所有人类流传下来这些经典啊 是不能破解这个人类真实的来与这个天际的 一直要等到创世主义来 所以他在开传这部法1995年哈 啊 开传这句法的时候 啊 这样 后面的整个我们才能明白过去所写的经典上的所有疑惑 这个是差距非常非常大的 那再提醒大家哈 创世主啊 创世主啊 创世法王米勒 他直接传了以这根本大法 龙缩整压到塔巴塔勒说的功力 他的能力全部压到啊 啊 这一本经文上 主要的经典 叫撞法轮 其实他就是大家熟悉的法轮大法 就法轮功哈 但是他不是气功 所以法轮大法 他这个传法在中国大陆 一开始传的时候 1995年开始传 从荆棘木哈 就是长春那边哈 一开始传 就他出生的地方 在佛经来讲叫刺头木城哈 从那边开始传出来哈 七年里面一亿人得法 这不得了的大事哈 怎么会 怎么会在这个无神论的世界里面 这么大一下子就打开了这么大的人情 因为整个人一看到那个法典的时候 整个身心变化太大了 很多修道人修了几十年 一直哭破不了光看那个经文一翻开 看了两行字 他这个境界完全就打开来了 甚至超过他以前事物的境界 这都是很正常的哈 很正常的 其实是唤醒了各位神的那一面哈 各位记得千我灵王万祖下戒 刘伯恩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言哈 如果不易今宪之路 南陀此劫了果位 天上天下诸佛诸主满天不撒烂情真 他如果不遗到这个所谓的创世主 这个弥勒哈 真正的传了这宇宙根本大法 所谓的金线之路的话 那是难夺此劫 陈族外面的末法末决 现在已经来了 其实都被创世主给挡住了 几次的人类的毁灭了 那一言啊全部被挡住 为什么大家觉得说好像没事啊没事啊 对不起哈 其实有人在承受 就创世主他在为大家承受 挡住了这些所谓业力哈 那然后又转化给大家 去打开大家的智慧 打开大家的这个悟性智慧哈 就是其实想尽办法的为大家哈 得到这宇宙根本大法修回去哈 带回你的宇宙天体里面去啊 你们都是天上非常庞大的世界的啊 的王法王天主啊 随着他一路下来 所以两亿年的文明史这个历史 过去不能打开 现在都打开来了 全部都写在啊 那本所谓的微诚出来的这个意思就是里面啊 上古神话里面 为什么叫上古神话 那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沉沉沉沉的走 一路一路的走 一直到人间啊 人间又历经的这么漫长 一直大家总是认为自己是人哈 所以啊 有时候跟同事开玩笑说 哎你不是人 哎很讶异哈 我说不是人 其实你是神哈 就像常不清菩萨一样 看到哈一个人哈 他说你是佛 啊 人家不解啊 用石头丢他 跑了远远的一样哈 他也要跪下去 啊 弯腰急功啊 说恩你是佛 哈 这常不清菩萨的这个 这个 这个精神哈 不可思议啊 是因为最起码他 他 他有相当的证悟了 啊相当的证悟 那今天跟各位讲六指才见 好像这样就完了哈 那这个金刚经所讲 硬无所住的身体心 那是哪个心 那个其实是你的身体哈 你的原来的本体哈 你的神的那一面啊 你原神你神的那面啊 其实智慧本质也蛮啊 不能讲他是一个啊表面的法理啊 其实事实上真实的你的真实存在 就是这么高啊 所以你可以啊 查一份资料哈 啊 寻找流落世间的王哈 这个我们有把它编在这个 汪汪之王里面 放开的时候 一开 开宗明一放开 你就会看到这一篇哈 你网路上也可以查得到哈 为什么你是一个流落世间王 那边不是国王哈 天上的法王哈 所以你要讲到说 现在这个啊 啊我们讲到 所谓的历史上的这些古圣先贤 其实好多都已经转世在人间得这一步法 啊 然后他们也一眼留下了 非常的一眼的经典来讲 祈悟自己同时也祈悟大家 留下很多的谜 什么时候破就在 我们现在为大家逐渐的打破 几年来我曾在很多地方哈 全台湾跟世界几个主要地方 都展示过展览过 就世纪的大议员哈 圣人出世哈 世纪哈 大议员圣人出世 其实讲到就是啊 这个 海天辟地的创世主啊 啊 这个所谓的这个 弥赛亚弥勒呢 啊 这所意思的东方圣人呢 已经来了 传了以这根本大法 所以像实现世界的呼吁 大家赶快来得这步法 各位是千佛灵魂万祖下界的一份子哈 不以金线之路消弱各位 那是宇宙没有位置 为什么宇宙沉处坏灭 已经这样啊 啊 在炸毁的过程里面都已经快要清理到最后了 所以那个宇宙已经不存在沉住坏灭了 是完全更新的特性了 你身体在过去的旧的宇宙里面 沉住坏灭因素一直存在 还在这个人之间中 最后的这一个最后一段时期 就在处理这个人间 所以我们在传 啊 红传这个创始组的这宇宙根本大法给大家 也许我们会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名词 啊 可以各位永远你先记住 他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法文大法法人公 那未来我们会啊 这个创始法王 弥勒佛城大法这样的名义 为各位啊 在人世间啊 打开 啊我们是直接希望用最直接方式 告诉大家 你是 你是谁 为何而来 你要回去哪里 过去人之间不能解的谜 我们都跟过一点在这里 那对于金刚 金刚波罗波罗蜜蜜都来讲 金刚波罗波罗蜜就是你称那个 其实你的金刚不坏之体啊 超过想象的啊 啊不是人间的这些东西物质能够渗透 能够破坏的 所以他金刚不坏 啊 就金刚经的最重要 应无所助生即行像 污泥啊 像这个莲花出于污泥啊 不难 其实莲花就是你的金刚本体 波罗智慧 波罗体本性 你的自信 你的眼神 这个空间的分子渗透不了 因为他比夸克还更深更细更微观 所以他的威力大了不可思议 所以你经由天幕这边去看到哈 啊不小心看到那个那个天幕出气的光亮的神佛哈 不得了 眼睛就震不开 其实他因为比这个分子还高 比很多层次还高哈 所以你看到就是一个光体 那就是很easy的一件事情 那各位还特别要小心一点 就是外星人现在目前在人间来讲是渗透的非常严重哈 其实是200年前这个这个空间的神有意让他进来的 这是为了要给大家的威德建立威德 就是利用利用这些生命哈 他创造很多理论哈 所以各位要小心你了解了解太阳系变化 人间这些所谓外星人存在就可以了 但是记住不要跟随他们走哈 记住你是天上的不可思议的法王哈 很多很多很多的哈 千佛灵亡万主下这个解决下来 你要记住赶快去找到一些信息 找到宇宙根本大法撞法轮 或是你先看看我们万王之王修炼杂志 那意思就是整个你会 啊整个揭开工程系列是为大家要准备的哈 各位赶快去看赶快去理解 啊那我们今天跟各位讲到这个所有六十谈经的这件事情 也是为了要欺负大家啊 如来自信本自清静啊 各位都是一样 菩提自信本自清静 你讲的就是菩提佛达 佛达就是各位啊 为什么讲你有佛性啊 你每个人都有佛性 其实讲的你身外空间的真正的金刚不外之体哈 这样你各位就明白 除了在法理上也好 在食物物食上也好 修行也好 修命也好 活到两家的理由就通透了 一通透以后回过头来空手拔出头 步行啊步行骑水流 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这个就不演而已啦 一笑啊一笑而过哈 破解禅中的公安也不过如此 你如果顿悟这个所谓的明白了你的本性 你的记性哈 不可思议哈 不啊不 就是所谓的啊波露心经讲的哈 啊这个所谓的这个五言而鼻舌生意哈 啊五五很多哈 那个五明镜啊哈 那个很多的这些所谓的东西用五这句话来讲 是针对你的波露自信来讲 波露心经的重点就是你的自信本质也蛮 整个颜结经也好 我其他很多经典啊有哪个门啊 观音的门进去有声音 眼耳鼻的声任何一个门就可以切入 切入是年要避兮要被点破 切入你为何能看为何能听 就是因为你的自信的存在 你的自信离开就是你原神 离开你的身体的时候 不好意思哈 你就像一个尸体躺在那边什么都动不了 哈 当然不用去想其他的用法术的问题哈 很简单哈就这样 你这个自你真正的所谓的原神 不进入这个胚胎 不进入不是啊 病入这个所谓胎儿里面去哈 主宰这个身体哈 你就是只是一块肉 也会动而已哈 那实际上啊 大脑是大脑 你的原神 你的原神啊 真正你在思想 你在打坐的时候吃了苦 你自己在那边吃苦忍耐 吃苦吃苦小夜 忍啊 啊 难忍忍忍的难行能行的忍的过程里面 这就是你的真正的自信在 在讲 在历练 你自己的自我在历练哈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啊 超主就点破了 就是你的真正的真正的我 那个生命的我不是大脑的我 不是你在人间的这些所谓的价值观的我哈 就是你的真正的自信本体 清净自信哈 啊 本质也满是你本来就非常高层次的抉择哈 那样说的佛体是不可思议的金刚啊 金刚不坏啊 布罗啊 所以讲布罗的智慧也满哈 这个是相应对人世间的这些 环夫俗子的一些俗事来讲 啊 一直都在提醒大家 典型大家 就是这个佛性佛性佛性 其实就是你的本性 就是你的真正的佛体啦 你的眼神哈 眼神当然是比较粗浅的说法 人间嘛 如来以下 只能知道如来以下的事情 如来以上的天机 不准人类知道 一直到这一次 创世主真的开天霹靂 将开天霹靂的法传到人间的时候 各位开始 前面的打开说一切的谜 所以一直接下来 法正人间的时候 所有好多不解的谜 各位还是会见证到 会看到哈 那我们今天只是希望各位 还没有到进入到那些前开以前 你就能先明白 先主动的去学习宇宙根本道啊 这是你的威德 在迷惑中 在迷中还能修这步道吧 威德大大不可思议 都超乎各位的想象了 这个是宇宙定下来的定理 为什么千无魔灵王万主下 为什么要设置一个颠倒的三界 为什么还有这个人皮 众神下来造人皮给大家传呢 还有天堂地要造出来 给大家沦违宵夜 以便这样的去打开这个天机 就是在迷惑各位 各位还能够去动目 还能够佛性升起哈 啊 佛性哈 一动哈 震动十方 好 十方三界哈 十方四界哈 这个十方已经够大了哈 只是大家不知道 其实是你的整个团体层层层层层空间 整个震了 忘了一震的时候不得了 所有宇宙空间的生活都知道 有人哈 有人醒来了 想要知道 我是谁 我到底是谁 为何来 要去哪里 这个是三界最重要的谜 人间哈 我们一般来讲 过去不管是哲学好 在人间的各宗教也好 都会设立到这一个非常key 除了创世主来了以后 能够为他打开这个谜外 其实过去是不准 不准人类知道的 没有一个神敢在人间 直接打开 其实也没办法打开 只有创世主这一次的 所有意言都是回归到创世主的身上 这个创世法阿弥勒身上 佛友的一切谜都在创世法阿弥勒这边解开 我们身为创世法阿弥勒的这个传承弟子 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各位前行的解开的就是这件事 所以整个六十禅间他设立到的金刚经波罗 波罗伦多心经哈 啊 这个还有这个所谓乌来结性呢 啊 直观之影解消之道 还有一个 一切如来心 啊秘密前身设立 这个我们前面有讲过的 各位可以去看哈 啊 这个是啊 不同层次的不同的方式呢 跟各位解开的很多 你到底是什么 前身设立哈 这是讲另外一个空间 你真正的佛体哈 佛体哈 你一个世界哈 啊 有27亿个银河系 你的来历啊 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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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层宇宙就有三 三千个世界了 那三千世界乘以27个银河 一个银系有100个如来 那你身体到底多大 那你是从来来拍谁哈 百层千层一层 在一层宇宙里面下来的节者 也都是有哈 今天不敢讲他多少多少哈 这是我告诉各位 前我灵王问主下界讲的 就是各位记住这句话 为神为各位打开千万年不能解的谜 是因为创世主已经在人间传话 创世主以来 世人都在把他等待 天地万物因他而存在 创世主以来哈 人类的很多谜 前面的打开来了 各位各位想办法的去找到 底座根本大法 那围城的系列呢 揭开封城系列呢各位可以去参考 还有这个大法的网站里面呢 也有很多很多相关的事情可以参考 太多了太多了 我们今天因为进会问题 所以没办法印很多资料 在市面上发行各位 还有不能翻译翻译 这是因为这空间有一些意志 所以很多的朋友很多的修炼人 也不敢跟各位讲到创世主以来的事情 所以还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主要的艺术表演哈 叫神印 各位等神印过来 或是你在海外有一道神印要演出 艺术团神印艺术团演出的时候 你赶快去看 很多天机就在里面打开 那我们今天其实很浅显的跟各位也介绍六足禅经 我们不是一文解字 我们讲那部经的Key 一个重点 还有以佛城大法 以宇宙根本大法的一个传承者来点破 不只是明白你的自信哦 你是否隐心动物呢 都为了你何弃何从呢 你有一个方向告诉大家 你到底为何而来 整个天机的打开也不够如此 就是这样的 辣辣渣渣 有点啰嗦的跟各位讲了这么多 其实我们前面所有很多的讲座的资料 各位都可以看 其实可以知道刘伯恩啊 烧饼哥啊 还有龙娃三会的事情 还有推背图的事情 还有很多其他的议言啊 还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啊 一些经典的啊 简单的小华姐啊 各位可以去多自己写一下看看啊 看看啊 这样对自己在理解这个宇宙根本大法是有帮助的 所有这些已经得法的修炼人呢 也应该啊 应该要多涉猎多来看看 听听 这样你们再介绍啊 很多啊 给你旁边的朋友啊 你都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域啊 必须要你去把它打开啊 啊 上次来的天机必须各位去证实它 证实它 你得的是宇宙根本大法 你必须去打开啊 啊 否则这个是一样的 未必事业的事情啊 世人都在等了 所有的这些法子呢 啊 把宇宙天机打开啊 它不只是一个气功 我是宇宙根本大法 已经红传在这个任世间了 所以这是Key中的Key 会非常重要的事情 啊 那我们今天啊 借用这个所谓的六十三经 也跟各位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那非常谢谢大家哦 啊 各位可以好好的分享给你的很多好朋友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